在舞台上自弹自唱 展现好歌喉 106年度新北市青少年 飞舞人生活力青春关怀系列 袁绍碑歌唱比赛 1号在新北市客家文化园区举办 提唱反毒 反飙车 反霸凌 反性侵 培养青少年正向休闲娱乐 喜爱唱歌的青年也借着这个舞台 发挥才艺 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是 不知道怎么去寻找这些舞台 对不对 然后就是趁有这个机会 然后让我们有这个舞台 能在这个舞台上面发挥 很紧张啊 就是看到哇那么多人 有来自树林啊 山峡 就很多人然后来参加这次的活动 然后也可以让他们就是 喜欢唱歌表演的那些人 在台上可以就是尽情地发挥他们的才艺 六百九十九人是青少年最常见的犯罪类型 因此透过歌唱比赛交流歌唱技巧 更鼓励青少年从事健康休闲活动 记者南部以顾心理师三峡采访报导 如果您地润幻灭吟 帮助你 Johan